当地时间12月9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列亚德会见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习近平首先预祝卡塔尔世界杯取得圆满成功 指出卡方成功主办世界杯展示了卡塔尔的能力 为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新鲜积极能量 明年是中卡建交35周年 中方愿同卡方以此为契机 丰富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推动中卡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 中方坚定支持卡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 赞赏卡方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给予中方宝贵支持 中方支持卡方推进2030国家愿景建设 愿同卡方扩大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领域合作 拓展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 提升两国金融投资领域合作水平 欢迎卡方加大对华投资 愿积极促进双方人员往来 阿拉伯世界是当今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支重要独立力量 中方赞赏卡方一贯支持和促进中阿和中海集体合作 愿同卡方一道推动中阿和中海关系迈上新台阶 欢迎卡塔尔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 愿同卡方就国际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塔米姆表示 感谢习近平主席对卡塔尔世界杯的祝福 现在的世界需要卡塔尔世界杯 展示阿拉伯世界的能力和面貌 中国企业承建了卡塔尔世界杯主场馆 两只大熊猫迪卡为世界杯增添了喜庆气氛 成为卡中友好的新名片 卡中关系发展非常好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体育等领域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卡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 这是卡方坚定不变的立场 卡方不会对深化卡中合作设限 将增加对话投资 相信卡中关系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 卡方赞赏中方长期以来 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 我相信 今天下午召开的首届阿中峰会和海中峰会 一定会取得成功 мос温主板上秉持公正 recked 针他在阳太浏仓 Mark 感谢观看